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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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見這個人整個這樣笑 太好笑了 怎麼可能 就不可能 就怎麼可能 到我們三歲小孩嗎 天下的這李宗太瞎 侮辱我智商 這李宗太瞎了 侮辱我智商 一般有智商的應該都不會相信吧 這個 這個應該是只有他自己 自己才會相信 說他是分租啦 這個鬼扯 鬼扯 騙下了 這李宗太瞎了 這個這個這個 侮辱我們的智商 分租感覺只是藉口 這個蓋棉被存聊天之死 我是這樣覺得 是不是 不相信 為什麼不相信 因為就是一把年紀了 不會這樣子分足 實在是 這理由有點牽強 我覺得滿好笑的 我覺得滿好笑的 你要切溜是不是 我切溜 我覺得不錯 這個做法不錯 有沒有人說他的理由嗎 這個說法我覺得 就滿有智慧的 滿有創意的 好棒棒啊 分出美女陪吃陪聊 我還沒 我還沒有陪他 為什麼選這個 因為 就一定是騙人的 很想再貼一個補貼一個嗎 是偷吃啊 婚外情 很明顯啊 這是柯文在害的 為什麼 沒有我覺得簡單這樣子 房價太貴了 貴到立委要分租 對 你能夠接受他說 我不能接受 為什麼 因為長期不信任他 他講話不可信 誰 這個啦 這個是誰 王定宇 為什麼 王定宇 你看他每次 在公布的那個消息 都是假消息 可是他都沒事啊 不是現在才有 是你們現在才發覺 懂嗎 秘書咧 秘書咧 你說呢 日久生前會不會 肯定會 這個是色鬼 可不可以這樣講 色鬼嘛 因為他有老婆了 再找一個女孩子 就是色鬼了嘛 不是嗎 那個禮物還沒什麼好說的 再見 什麼 對啊 就是你都選擇他 那你要跟我講什麼 可是他說是分租 那你就不要回來 我自己啦 我是不會就是 有老婆跟異性分租 對啦 我自己是這樣 王定宇說跟未婚的嚴若房 兩人並非同居關係 而是分租 好 針對這個說法 辯子被直擊發現 有大部分民眾選的是 配笑耶 這理由太瞎了 侮辱我的智商 好 現在正在看直播的你 選的答案有沒有一樣呢 留言跟我們說